您好,这里是张莲视野 最近关于加州华人种大麻的消息在网络上很多 前不久,加州警方突击行动 抓捕了一百多名非法种植大麻的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华人 而且加州警方没收了高达12亿美元的大麻 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这说明非法种植的规模非常巨大 加州的法律规定可以吸食大麻 但是不许种植,尤其不允许非法种植 但是华人现在拼命地在那里租地租农场 或者买农场或者租房子 因为加州阳光充沛,适合大麻生产 然后华人采取在那个地方 中国国内的大盆技术在那种植大麻 这种大盆技术当然可以遮人耳目 但是据了解加州警方已经出动了很多的无人飞机来进行侦查 对所有的可疑的大盆都进行更仔细的检查 而且能够透过那个大盆的薄膜看清楚 里面是不是种植了大麻还是别的植物 加州的这种大麻非法种植,华人现在是最疯狂的 因为我在洛杉矶短暂住了两个月就听到不少朋友来种植大麻 当然有人是合法的,没关系 但是大部分是非法的 他们这种非法种植的疯狂程度令人非常可疑 所以我担心是中共的洛杉矶领事馆 洛杉矶中领馆在幕后指使 正在领导这场或者推动这场华人种植大麻的运动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虽然说宽容地允许吸大麻 据一些朋友介绍说大麻的危害性介于香烟和酒之间 就是它不像喝酒那么危险 你喝过以后不能驾车 抽了大麻你还可能驾车 而且据说它的上瘾程度也甚至低于烟瘾和酒瘾 我没有尝试过,我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在美国人,大部分美国人是不吸食大麻的 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允许有人吸食大麻 因为考虑到有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失忆 他们可能需要吸抽烟,喝酒,吸大麻来安慰自己 这个虽然说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但是美国社会只是宽容,并不是赞成 应该说美国所有的教会都是反对吸食大麻的 大部分美国人也是绝不吸食大麻的 就像大部分美国人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一样 美国这个社会呢,它还是非常健康的 就是呢,它会允许各种不良的行为 但是呢,它不会赞成这些行为 但是华人就不同了 这个种植大麻的热情呢 主要是因为它赚钱,它有利可图 所以现在呢,华人日益疯狂 这些人的种植大麻的行为呢 对加州构成了严重的危害 第一呢,它非法抽取大量的地下水 因为加州呢,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 每年呢,都有很多山火 你把地下水抽完了 将来一时火了,哪来的水就火呢 还有一些华人呢,甚至盗用这个消防水龙头 把这个将来准备扑灭这个大火的这个消防水 也用来浇灌他们的大麻 因为大麻呢,耗水是非常 它阳光极烈嘛,它需要阳光 它当然又需要大量的水 第二呢,华人呢,为了提高这个生产效率 防止这个动物吃掉这个大麻 所以呢,它大量的喷洒农药 就是周边呢,都喷洒了农药 植物也喷洒了农药 当然呢,这个可能危害了一些引君子 同时呢,也危害了周边的动物 最主要呢,这些污染物质呢 会渗入地下 会使整个的地下水系统也污染 要知道中国地下水污染是最严重的 现在华人呢,仍然为了一点利益 拼命地污染加州,污染美国 这个呢,是给美国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第三个呢,华人在这个种植大麻过程当中 采取的手段呢,也是根蒙拐变 就是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那个不堪的那一面 就是互相坑害 比如说吧,这个种植的这个老板呢 总是喜欢找一些司机去拉人 其实呢,这个很多人呢 觉得,哎呀,给个一两百块钱 我这样拉人去,来回几个钟头 很划算 但殊不知呢,警察一抓呢,首先都是抓车,抓司机 因为这些种植员呢,都在郊区市外 警察控制了这个车辆 当然也就,其他人你也跑不远 都能逮住 所以说呢,这个司机呢,一旦被逮住了 吃了官司了 那你真是说不清楚 你说你仅仅是拉人头的 但是你参与了这个非法活动 你不仅留有暗敌 而且还要坐牢 另外呢,这个那些公同呢 就包公同呢,也非常可怕 他们总是采取欺骗手段 拉人 比如说呢,这个老板呢 明明给的这个薪水呢 是一天三百到四百块钱 但是呢,很多人到实际上拿到手的呢 却只有一百来块钱 甚至有的只拿八十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就被贪污了 而且呢,你要反抗很危险 因为种大麻的地方的人呢 多半都有抢 而且呢,他这个华人呢 甚至互相抢劫 就是因为大麻非常值钱 你比如说,大麻快要收成的时候 如果来抢的话 一下子能抢走价值十几万美元的 这个大麻 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愿意干 甚至呢,据说呢 一些西班牙人和黑人 也参与了抢劫华人的这个行当 当然都有华人引路 因为他们也不清楚哪里有大麻 他们更不清楚那个大麻有收成 或者刚刚卖的大量现金等等 这个为什么现在有人怀疑呢 这是洛杉矶中领馆在幕后指使呢 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呢 一直在对美国进行超限战 过去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停顿 而最近几年呢 除了对美国发动病毒战以外呢 其实中国一直在对美国发动这个毒品战 而毒品战的主要工具呢 被这个大量媒体报道的呢 就是这个芬太尼 中国呢,是世界上芬太尼产量最高的国家 而且呢,美国的芬太尼呢 基本上来自中国 以前中国呢,甚至有大量公司 都合法的出口芬太尼 但是他们采用的都是非法手段 都是冒充 就是混进来 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很大 把这个芬太尼加入一些商品 美国海关不太容易抽查的商品呢 是一种主要的方式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芬太尼生产呢 它是一个现代化的生产 它需要高级的工厂 在中国,你这个一个女人肚里有没有孩子 有没有胎儿,政府都一清二楚 你想你在哪里面开工厂 生产芬太尼,政府能不知道吗 当然都心知肚明 甚至都是养护 只要他们把这个芬太尼主要销往中国就行 而芬太尼呢,被认为是化学武器级的这个毒品 每年都能造成几万美国人的伤亡 以前呢,美国历届政府呢,也多次抗议 中共呢,是表面上在整改说 取缔了一些这个像美国出口的工厂或者公司 但事实上呢,芬太尼的生产呢,有争无减 对美国以各种方式出口芬太尼呢 也成为中共的武器既能赚外汇 又能够毒杀美国人 所以呢,考虑到这个中共无恶不作 所以我认为呢,这一波这个加州华人 如此疯狂的种植这个大麻呢 背后也有中共中领馆的特务在这操纵 因为现在呢,据我昨天晚上 我的一位朋友向我爆料 他说现在华人不管什么样的人 都疯了一样的去种植大麻 都玩了命的去种植大麻 甚至呢,到这个亚利桑那州 到这个新墨西哥州 去租用土地种植大麻 甚至去租种那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 这个地方去非法种植大麻 这都是非常危险危害的行为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黑人的收入很低 但是黑人并不热衷于去种植大麻 种植大麻 第一呢,这是大部分种植大麻 都是非法的行为 因为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加州缺水 它不可能给你发很多执照 让你种植大麻的 还有呢,这个种植大麻呢 也是非常辛苦 你想想,就等于像栽秧 它是一种农业劳动 是一种高强度密集的农业劳动 你想在劣日下 你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是什么职位呀 实际上呢,中国人在美国呢 虽然赚了一些钱 但是呢,从事的都是最辛苦的劳动 比如说,这个 开按摩院呀 这个开餐馆呀 或者这个 这个,给人家这个搞装修呀 那都是美国最苦最累的活 包括那个这个 开这个什么洗衣房啊 等等 这都是华人从事的几大产业 现在呢 一军突起的就是这个大麻 但是呢 这个华人的确不应该在这方面干的太多 昨天我的那个朋友跟我爆料的时候 他非常有理 他指出呢 他说现在呢 由于中共发动病毒战 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震恨 因为有一个民意测验显示呢 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 现在心里面已经认定 是中国这个实验室 故意泄露了这个新冠病毒 将来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就很可怕了 也就是说呢 因为美国人他又分不清楚 你哪些华人是支持中共的 是哪些华人是反对中共的 所以呢 这最终呢 讲连累所有的华人 都会受到美国人的歧视 敌视 而且呢 你现在又去疯狂的种植大麻 来危害美国人 尤其是破坏环境 污染环境 规模而且越来越大 行为越来越张狂 那你肯定呢 就等于说呢 激起了美国人更多的愤怒 所以呢 到了某个时候呢 这些愤怒呢 就可能演变成对华人的这种迫害 也就是说呢 有可能这个 美国人就组织起来采取行动 对华人采取这个殴打限制 或者烧毁华人的商店 或者摧毁华人的农场 到那时候 即便是你一个品行正派的华人 都可能莫名其妙地受到连累 受到殃及 所以呢 我的朋友呢 就想推动我做这个节目 就是提醒所有的华人 一定要保持警惕性 我们在美国生活 美国给了我们机会 其实呢 在美国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能挣得一面体面的收入 而且呢 实在你不行的话 也可以向美国申请低保 而且尤其是老人 那个生活 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受到保障 美国社会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游会 在这种情况下 华人就不要贪得无厌 就不要想去发大财 挣大钱 尤其是从事的像 这个重大麻 这种本身并不道德 何况又违法的活动 所以说呢 这应该是呢 希望加州的这个华人朋友们 都要保持清醒 的确是不能陷得太深